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妹 今天给大家安立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婚纱》 美美是个单亲妈妈,是名婚纱设计师 她和女儿邵拉相依为命 有天妈妈变得特别奇怪 不仅给邵拉买了很多游戏机 还常常半夜偷溜进去找邵拉睡觉 这天客人看到她的最新婚纱设计图 可美美不管怎么样都不卖 随后,美美的关心更是明显 她听说邵拉要和同学去野餐 于是不会做饭的她连夜准备寿司 可第二天阴下雨就没去成 他们便到海边去 母女二人玩得特别愉快 回家后美美一晕倒而被送进医院 家人这才明白她之前的怪异举动 原来美美得了胃癌 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没多久,美美从老师口中得知 邵拉和同学们关系不好 美美才意识到自己对邵拉的忽略 愧疚的她决定用力去弥补邵拉 当她去舞蹈课接邵拉放学时 她才知道邵拉不去上课的原因 为了缓和同学关系 美美提出给邵拉举办生日会 并让她邀请同学们来参加 最后还是两人度过愉快的生日会 随后敏感的邵拉发现了妈妈的异样 她还从舅妈那里得知到了真相 从此邵拉开始学着照顾自己 只有独自一人时才会偷偷抹眼泪 她也会在半夜突然惊醒 然后用手去试探妈妈的鼻息 因为担心妈妈的突发情况 于是找借口搬进舅舅家 不料妈妈再次被送进急诊室 懂事的邵拉回到芭蕾舞课上 还努力恶不上所有的课程 同时她还主动和同学和好 最终邵拉如愿上台表演 不适的妈妈还是出席了 尽管她已经看不清 但她能依靠胸花来辨别邵拉的位置 夜晚每每听着收音机里 邵拉写给她的信 就这样安详地离开人世 所有的感情都是可贵的 但亲情却更是弥足珍惜 好了 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 会点赞评论关注哦